我在油管频道的评论区拉黑过两个人 两个人恰好都姓吴 一个是自称 说是力挺香港政府的叫汤姆斯吴 还有一个是自称坚决反共 跟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叫吴春 特点是 他们的评论都非常的偏执 张狂 极端 反复 无常且不说人话 那么后来呢 被我拉黑之后 有人告诉我 就是说 那个亲共的 那个汤姆斯吴呢 他去了激进反共的一个自媒体频道上面 寻求潜伏的快感去 另外那个 坚决反共的那个叫吴春的呢 去了一个极端亲共的 一个自甘武的频道 享受正能量的快乐 他们都找到了重口味的快乐 我祝福他们游戏 人生成功 但是我更希望他们别玩出了什么状况 新媒体的时代 让一群精神病患者找到了消磨时间的地方 我不能陪他们玩那么久啊 我不会关评论的啊 但是呢 希望每一个评论者未必要符合谁的观点 但至少要让人觉得 你除了稍稍有点修养之外 基本上精神还算健康 立场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文字所散发出的 你的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的